大家好我是J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继昨天的回调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这一个反弹是上来了 但是这个涨跌是不一的 今天道指呢上涨了300多点 还是保持在43000之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纳指今天非常的弱 只上去了51点 涨幅度来到0.28% 标普最后是在5842左右 但是三大指数今天收率啊 全部都是有做一个不错的反弹的 昨天在讨论 是不是有个黄金坑出来 那么看到今天英伟达呢 是有进一步的把这个行情走出来的 道指比较的强是因为这个小盘股呢 最近受到美国美债的这一个收益率的下滑呢 去带动了这一个小盘股 罗素2000指数我们看到是有网上继续的推动的 今天上行的股票呢 基本上是三对一的一个比例啊 所以还是很不错的啊 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这一个腰股呢 是往上去走的 因为今天亚马逊宣布了也是啊 进入这一个小型的反应堆和反应堆的这一个跑道上面去 既微软还有这个Google之后 之前在频道上其实我已经多次点评过核电这一方面 这一些概念股了啊 今天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板块都上去了 VSTCG会少一点 因为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吗 这个投资是在做SMR 所以跟这个小小型的反应堆概念的股呢 反而是会好一点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两天啊 这一个跟OpenAI啊 有关联的这个OKLO呢 就是两天基本上涨了差不多80%往上去走啊 基本上快翻倍了 可以看到三天前还是在9块钱 这会儿盘后已经到了17左右了 啊 另外一个本来是比较慢一点的啊 我们看到像Nano Nuclear Energy NNE啊 今天盘中一度只是涨了6%左右 也是有Running Sympathy对吧 也就是啊 有跟着一起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后面吗 收盘的时候已经涨了37%了 只能说这些爆发力呢 都是比较的强 之前另外讨论的一些股票 像CCJ Denison Mines UEC这一些股票来说的话 都是核天概念的 都有跟着去往上走一段行情的 日内幅度因为盘大一点的股票 就会是少一点的 特别是VSTCG这一种的 因为之前已经涨过了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比较活跃的呢 是这一些小盘股啊 好 回到英伟达上面去 那么英伟达来说的话呢 昨天讨论的这一个压力点位呢 是反弹去135这一边 可以看到今天手盘就是在135 136很可惜没有拿下 我的点位是留在136.2的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高位 基本上就是在这一边去出现的 那么昨天已经讨论了 尾盘这一边可以感觉到 有不少130132的call 看多起权进来 所以今天有可能去冲高 and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可以看到 英伟达有进一步在台积电财报出来 之前呢去往上冲高的 但是说到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边比较弱 只是继续的去做这一个横盘震荡 上一次台积电的财报走的是 Ivy Crush 起权双杀 所以这一次要比较小心一点 就是走这一个重序 实际来说的话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北美这一边凌晨的时候呢 是会看到台积电财报 明天早盘还有一个大的数据 核心零售数据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所以进入周四呢 行情是比较是有不确定性的 但今天小盘股冲高呢 道指走强呢 我可以看到也是 这一个因为恐慌指数 不断的被一样被打压 跌了基本上一整天 从21呢跌回去 一字投了到了19.57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起脚了 所以明天要小心 他做一个反扑 我觉得明天如果指数 冲高的话呢 要小心他的回落 特别是周四 有的时候周四的行情 很喜欢把高位摆在 刚开盘的时候主力又多 然后后面要比较小心下滑 如果恐慌指数反弹的话呢 这一个风险就会特别的大 最近我都是等到暗池更新了之后 在上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昨天的小加仓之后呢 今天是小减仓 所以不是这么的理想 这两天为什么芯片半导体 这一边有反弹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15号到17号 在加州三尔西这一边呢 是在进行这一个 OCP Global Summit 另外的一个半导体的转转大会啊 所以里面呢也有像博通 ABGO啊还有这一个SMCI呢 都是有去参加的 今天盘中我们看到SMCI啊 是有这一个放量冲上去的啊 跟着英伟大一起去走 尾盘还是回调了一下 为什么呢 最近他就是冲不过去这一个压力啊 因为我们在看缺口补齐嘛 但是这里已经是四次 四次没有能过的 一二三 今天是第四次 没有能过50的这个压力 所以希望后面能冲过去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上行三角嘛 所以就在等这一个突破了 如果台积电财报走好的话 这里肯定是有机会去推一把的 再长一点的时间段 我再用的是15 拉长一点的话 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双底 类似于一个W的结构 就是在等他 看能不能补齐52的这个缺口了 可以去期待一下 看一下后续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推高 好回到英伟大上面去 那英伟大如果回调的话呢 就看130的支撑 能不能进一步的把它给稳住了 在突破之前来说的话 主要我看到暗池那边减仓了 然后进入这一个财报的时候 台积电也是偏弱一点的技术面来说 所以还是要比较小型这一个 下行的这个风险 毕竟在临近大选前几天来说的话呢 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 如果我们回看像 今年有过的法国大选的话 当时欧洲的股市就非常的不稳定 受到了大选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越临近呢 只能说股市里面 同时情绪面又在极度 接近极度贪婪 现在没有回到75之上 现在70左右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腰股确实非常的多 基本上每天呢 都会有一些大的幅度的腰股出来 因为罗素2000指数在发力嘛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波动还是比较大 大家要小心风险 我觉得下一周 英伟达继续往140推动的几率是比较的大 但是如果台积电有惊喜的话 那可能往140推动的 这个进到呢 可能就更加快的来临了 可以期待一下 周四周五这一边 我本来的预期呢 就是去看一下 这一个特斯拉到底什么时候 会结束这一个蓄力的过程啊 已经连续四天了 在这一个均线支撑这一边呢 是稳住均线 啊稳住了这一个点位啊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 基本上中短线 今天出了一个十字星 但是我们看到没有进一步的 往215之下去啊 破 今天来说的话呢 也是开始偏离了均线了 我觉得周四周五这边看一下吧 如果周四大盘回调的话 那特斯拉还是比较悬一点的 但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时候 特斯拉选涨的时候呢 就是大盘在回调的时候 这个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看一下 这个能不能带动一下 啊关键的突破点是在225 前面一天其实已经冲到了224.26了 所以离225的这一个压力呢 非常的接近 那么在10月23号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 就会有特斯拉最新的财报了 我觉得这个round up呢 应该还是在看啊 啊这一个235240左右的这个点位 因为缺口就是在这一边吗 缺口在232左右啊 啊同时也会达到日线级别的 这个夜魅均线 所以到时候看能不能冲上来 这个点位 先上来把缺口补齐吧 如果在这一边 把这一个 因为这一边有放过量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淘宝盘 应该还是有的 所以要看一下这个卖盘 能不能被这个消耗掉 才能看到像240更加高的点位 在财报之前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财报之前 就是在缺口附近 然后财报走好的话 去收复240之上的 然后往253这一边上工 所以就看一下 这一次那个特斯拉团队 给的消息面 是不是比较能充足一点 去补足一下Robotaxi 我们没有听到 特别是25,000架内 啊架内的这一个Model R 啊因为这一款车子呢 能帮助稳定 特斯拉的这一个毛利啊 因为我们要去看到 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近期呢 是帮助这一个引力的 因为CyberCab 无人出租来说的话 离得比较的远 两三年之后的 所以近期来说的话呢 还是要看这一个 25,000架内的这辆车子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时Robotaxi呢 是没有发布会的时候 没有讨论这一方面的消息面之后呢 夜盘才开始去跌的 其实在那个之前呢 如果我们去看啊 欢迎大家去看那个直播回放 当时我把夜盘的股价 留着的在左上角 他发布出来了 两部新款车子的时候呢 这个Robotaxi CyberCab呢 股价没有跌 他发布了这一个20人座啊 CyberCab XL 也就是RoboVan 加大版本呢 也没有跌 是最后 对吧 这个25,000的车子 没消息的时候呢 开始跌了 因为你没有去给出 就是下一个离得更加近的 能看到的这个目标 那么现在特斯拉团队也有方法去看一下 外面市场的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反应了 那我们看一下财报的时候 会不会把这一个发布会时候的遗憾呢 去给补充一下 然后把这一个消息面去补足 所以到时候就去看一下马哥还有这个特斯拉团队的发挥了 All right 下面呢就是昨天 没来得及去看一下美债收益率 本来一开始就提醒对吧 就是这个小盘股呢 还有TMFTLT呢 都是在看美债收益率的 那么其实从9月中呢 已经冲到现在这一边呢 到了4.1的 4.1这边我确实留了一根压力线 在之前大家可以去看旧的视频 我觉得这一边是有压力的 所以这两天呢 对吧 美债收益率一跌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小盘股就开始 对吧 突然的就可以开始发力了 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观点 以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么来到这一边呢 它到了均线支撑了 所以如果明天反弹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了 但是也就是反弹 如果继续是压力的话呢 然后再把它打压回去的话 可能只是给了一个by the dip 也就是小盘股 还有那个大盘那边 回调的一个回踩买入的这个机会啊 到时候明天复盘的时候 会进一步跟大家去点评 明天盘后有奈飞的财报 那么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是打算上来做这一期直播的 因为同时盘前呢 也会有台积电的财报的 所以到时候总数一下 平时我们的直播都是摆在周五的 这一次我就把它摆在这一个周四这一边 因为正好可以做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一个财报 那天也是这一周来说的话 最重要的一天 下周会有多次的这一个财报的直播的 因为Tosla之外 还有别的重要的公司嘛 所以到时候 我是会跟大家一起去追踪的 基本上每一个earning season 对吧 这一个记录财报季呢 我都会把尽量的把七强里面的成员呢 都给做齐的啊 所以到时候希望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最新的财报状况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如果还没有敲心小铃铛的话 也订阅点赞 不要错过更新 All right Let's move on 如果我们去看罗素2000指数 IWM的话 不出意外 果然是到了压力点位 那么在这一边呢 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一个震荡区域的 在这里要突破的话 就是拿到227之上 这里好事就是前面是上影线 所以就被打压下去了 但是这一次是实体上去了 所以感觉有一定可能性能突破 就算刚刚已经讨论了嘛 因为美债收益力到了均线支撑附近 那他反弹的话 这里有可能就是震荡盘振 但是他突破了之后呢 有可能就是继续的往上去冲了 而这一波小伙伴们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来到这一边罗素2000指数呢 根据其实汤姆里一直的看法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PE啊 市盈率太低了 如果我们去看标普里面的价值的话 20之上都是有点高的 但小盘股其实有一些主流的 还是比较是偏低一点的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IWM呢 自2021年这一边的行情呢 没有创历史新高这一波 但指数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所以如果R7这个点位被拿下来呢 他应该是要去挑战啊 这个历史新高了 也就代表其实我们一直在等的那一波行情呢 可能已经渐渐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只是现在啊 像今天来说的话 七强没有跟上来嘛 啊 涨跌不一嘛 今天英伟达是上去了 半导体那边有上去 但是我们看到苹果微软早盘很弱的嘛 如果大家都一起涨的话 那就是真正一种这个牛市的体现了啊 所以可能是出现在大选之后 因为场外资金也是蠢蠢欲动的 那么我看到美债收益力进一步下来的话 那么场外资金啊 看到能吃到的利息越来越低的话呢 是会考虑进入股市的 但前提不能有经济刷入 这一次的零售数据啊 我个人的感觉是在明天盘前的啊 明天盘前大约开盘前一个小时 会出来零售数据的 这一次可能会有一些通胀回暖的迹象啊 但是可能只是单一这种比较独特的存在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想的话 这里10月反映出来的是9月的数据 9月美国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港口有可能会罢工对吧 最后也罢工了 但是很快被民主党这一边去解决了嘛 所以我们看到股市就进一步的往新高这一边去走了 中东那一边以色列没有反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大的黑天鹅来说的话呢 都是被基本上给跳过去了 但是在港口罢工上面呢 我们有看到的像厕纸啊 各方面的疫情时候的一些回忆又回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港口就关掉 然后很多货下不来 所以很多人就去把这一个超级市场的购物呢 全部都是这个扫货嘛 9月这一边美国有一些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一次的零售数据 如果显示消费回暖的话 我觉得是在反映 就是比较非常个别的一个情况了 当然到了10月 对吧 11月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10月的数据呢 可能就不一定有这一种variants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只是 就是单一的这一种的行情偏差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明天做直播的时候 我去分析一下实际出来的这一个反应 这两天降息几率来说的话呢 25基础点降息的几率是加大的 这也反映了为什么美债收益率再往下再跌啊 在这里呢 之前就是暂停 而没有降息的几率是有往上去走的 加到了20% 但我可以看到 截止到现在呢 就5%左右 存在只有3%的机会 OK 美债收益率再往下跌呢 就代表美债的价格在涨嘛 也就代表这种降息的几率呢 是会高一点的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关联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半导体呢 除了OCP Global Summit这一边的这个 利好来说的话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的 这两天 昨天ASMI最主要的一个痛点呢 还是在这一个出口制裁上面啊 特别是这一个中美这一方面 这个贸易战上面 还是有一些延续的 今天我可以看到彭博社呢 又是在讨论某位的这一个 供应商这一方面啊 特别是美国立法这一边 在讨论的 在讨论的啊 所以看到这一方面被 再次的拿出来去讨论的时候呢 那对于 这一个半导体板块的涨跌来说的话呢 也是有这种不一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 美国本土的一些公司 像MRVL Marvell 还有啊 美光MU呢 就走强一点 英伟达其实今天也是还OK的 啊 但是有一些业务 在特别是国内的业务比较重的 像ASMI AMAT 还有这个LAMS Research LAMS Research和AMAT呢 他们的业务都是在国内的业务 算是非常的多的 啊 昨天消息面看到是近四成左右的 所以啊 这一个出口制裁来说的话 还有啊 政策这一方面 特别是美国对于芯片出口制裁上面的 这些策略呢 非常的重要 啊 ASMI 还有看啊 欧洲本身那一边 对吧 那个去年就开始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了 在Netherlands那一边 荷兰那一边 所以啊 这个还是未完待续 我觉得这些利空 其实已经讲了差不多一年了 特别是在ASMI上面 所以其实回调完之后 我们看到基本上很多次都还是会涨回去的 啊 这一边还是要有一点这一个耐心 要等这个大选走完 才知道进一步的这一个走势是怎么样的 啊 今天高通来说的话呢 也是宣布了啊 因为一直没有下文嘛 就是到底买不买Nether啊 他们说等大选结束之后呢 搁置了 然后再去看 所以今天高通啊 盘中走了比较细菌性 来了一个这种U型 U型的这个反弹啊 出了这一个消息面之后 但是还是主要是收的比较低啊 在170左右 其实很多人在讨论高通这两天 因为在日线级别呢 高通一直在走一个很大的头肩顶 然后这里一丝突破 结果转天就下去了 所以还是在序里 都是要看台积电财报能不能过关 Inter来说的话呢 还是在22这里附近在晃荡着 没太大的区别 之前22缺口下方是突破了 现在就是在测试这个支撑 看有没有延续性往25和之上呢 进一步的延续去走 所以明天盘中呢 操盘的时候呢 主要还是注意啊 恐慌指数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走法 那么在最新的CPI数据里面呢 我们看到一个主要的影响呢 就是飞机票涨了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航空公司这一边呢 没有太大的被这个全球蓝屏去影响 所以CRWD走的不错 但是今天United Airlines 我们看到UAL这一边呢 是直接飞上去了 同时也带动了AAL 美国航空 那么AAL之前在直播里面呢 有不少小伙伴问过的 当时我们留下了这一根蓝色的线 因为博一个双顶嘛 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个双顶呢 渐渐成型了 从9.24涨到12.89 这一个幅度呢 说真的也不算小 但其实有很多核电的股票 他们的这一个涨幅在一个月里面 也大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幅度了 更何况我们去看OKLO这一些的话 它基本上一天就是这一个幅度了 当然这些市值不一样 AAL和UAL来说的话 是美国主要的这个航空飞行线 所以这种风险也是不一样的 但AAL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它在走的也是一个三角 三角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还有幅度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其实已经涨了40%50%了 就看能不能突破了 另外一个希望是突破的是C3AI 因为PLTR之后呢 要去推一些别的股票的话 就要看哪些股票接近突破了 那么CBAI呢 尝试了突破没有成功 现在是均线回踩 看一下继续的会不会有可能去放量 因为很多小伙伴会去说的 那我看到好像每天都会挑一个 不同口味的这个小盘股呢 出来拉一下 因为硬一下紧嘛 罗素2000指数冲的这么的猛 我们看到主题还是围绕着AI 因为核电其实冲着 就是为了AI提供电力嘛 所以这一个板块呢 还是非常的火 今天是10月16号 那么双11也是一个月之内了 中概股反弹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就到时候去看一下了 有一些毛票的 那个中概股走的是比较强的 但是很容易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像这一个房多多 特别是房地产这一种的 但一天能涨55%还真猛 不过之前有过更加多的 146% 这一些都是这一种的 因为它的盘比较的小 所以就很容易被控制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这一种的暴跌暴涨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说一下DJT 那么大选继续临近了 不知道昨天 大家有没有抄底到 这一个25的支撑 那么昨天呢 我们是讨论 DJT是不是有这一个 比较漂亮的一个回踩点 昨天利空比较多一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最低点位 是不是出现在这个25上面了 那么今天往上反弹的话呢 我给的点位是在30附近吧 30附近的压力不小 那么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高开之后 冲高的这一个点位呢 就是在这一边的 只是它给了延续的一个行情 跑到31 之前的缺口这一边去了 再往上推动的话 现在盘后 我们到了32.53 那么no surprise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上面的一个点位呢 是在32.49的 欢迎大家去看以前的视频 因为这些点位呢 以前就在了 是摆在那一边的 继续往上推动的话 35和40的call都有看到 40的call看到 是比较多一点的 但不代表 它一口气就能给你冲到啊 我还是保持原来的看法 32之上来说的话呢 都是暴涨暴跌的阶段 如果它转天跳空的话呢 还是很有可能 就是高位站岗的 毕竟前一天就做过了 而且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前一天大的抛售量 今天股价又上去 不是在很大的成交量的情况下 推动上去的 所以是有些问题的 我觉得 这的量挺大 但是后面延续没有 所以转天还是要看 能不能继续的放量 如果大盘回调的话 这一边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股市用风险大家谨慎 All right 今天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一下观看 其余的 因为明天会直播嘛 所以到时候 我们在做奈飞的彩报时候呢 到时候上来 跟大家一起去 分析和讨论一下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 奈飞来说的话 已经四连跌了 从735这一边下来 这个点位也确实有个支撑 我想知道为什么 这里正好有根线 今天就收在这一边的 应该是因为呢 你是700整数 这种是比较大的一个心理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暂时呢 在彩报呢 是稳住在这一边的 所以到时候看一下实际的走势 它的隐含波动力非常的大 所以期权很贵 我觉得财报期权那一边呢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动静 到时候我们等 直接财报出来的时候呢 一起去看一下 最后回到指数上面 如果明天真的是走回调波的话 大约看到哪里 我觉得要小心 还是之前讨论的 这个5790 5795左右的 这一个点位 下面5700是有一个缺口的 但我觉得回调有点多 如果往上攻的话 那恭喜标普5指数 如果台积电 是那个财报走好的话呢 那有可能标普5指数 就在创历史新高了 周四还是要比较小心 这种冲高回落的行情 好 今天就先分析到这里 先观看 谢谢分享 点赞 我明天再见